主席 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各位朋友,大家早 主席,我們請那個部長 請葉部長 還有那個港務局的那個總經理 李總經理 洛媛你好 那個部長喔 請教一下齁 你當初啊,一直說 我們那個桃園機場 那個本來是民航局管的 要改成機場公司 它才會進步 同樣的港務局而不成港務公司 那才會進步 才會國際化 那事實上有嗎,部長你知道 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就十一二十六號 有一班 從北京八點零五 八點零五分起飛 到台北應該是要十一點零五分要到 可是那 華航的那輛飛機 在空中盤巡了四十分鐘 也就是說到十一點四十五分 它才下降 那當時他們的講法是說 廣播的講法說 因為航站什麼流浪管制 其實晚上沒有什麼多少飛機了 他們跑道在修理 他只有一個跑道 所以讓那些離開在空中盤巡四十分鐘啊 到底有幾輛飛機在上面不知道啊 那這是多危險喔 大家都知道在空中盤巡 那個是很危險的一件事情啊 那我曾經也碰過喔 我曾經碰過每天晚上 照講還有碰到說 你是空橋那個還沒有整理好 沒有空橋可以用 所以在空中盤巡 那這樣的情形 到底什麼時候 才會結束 什麼時候才會那個 那到底我們的跑道現在 目前是怎樣呢 那到底 我在加上 我問已經三四年 已經這個已經講了很久了 那這種情形 你到底你們改善在哪裡呢 報告委員 因為那個跑道呢 事實上呢 現在難跑道呢 我們要做一個大幅的翻修呢 已經流標了三次了 那我們這確實是有檢討的空間啦 應該 那我曉得那個 那個機場公司 已經在這個地方做了一些調整 我們希望年底之前呢 能夠發包出去 那這樣的話 因為事實上呢 我們兩條跑道的品質 的確呢 已經三十年都沒有 真正的徹底翻修 是品質是很不好 你告訴我 不是啊 你到底幾年了嗎 你說北跑道 我跟你講我在加上委員會 已經幾年了 就每次為了跑道 你到底每次 哎呀 留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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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不然怎麼改變公華 改變什麼 你到底這種情形 你在空中盤旋那麼久 盤旋那個 你造成 現在我們兩條跑道 主跑道的翻修啊 的先期工程 是基本上全部都做完了 因為事實上 一個跑道翻修 不是說要翻修就翻修 它中邊還有很多滑行道 很多其他的 背降跑道等等這方面呢 它這些先期工程 我們現在通通都做完了 現在就是開始要做這個兩條 南北跑道的大的翻修 那南跑道呢 現在這個工程呢 因為是非常大 然後呢 裡面呢 也涉及一些 瓜屋的規格 所以呢 事實上呢 因為喔 因為跑道喔 跑道要不是說只有台灣才有跑道 其實這種技術 不是說那種好像剛剛都頂尖 還是什麼 唯一還是什麼 其實這些都有跑道 都有那個 我們又不是有這種技術上的問題 那什麼要規劃又設計又什麼 為什麼搞成這個樣子呢 沒有這其實是相當複雜的 不是那麼單純說要翻修就翻修 說是因為它這個一個跑道翻修 旁邊的滑行道之間的這個關係 這裡面其實光這個這個 兩條跑道整個的那個翻修工程呢 加上掀起工程 加起來是差不多100億左右的工程費 那到底 那到底 你們到底還要再翻修多久 到底你什麼時候這個問題 我們要到104年底 才可以兩條跑道完全翻修完畢 那這個當然呢 這裡面因為呢 這個還有中間有一些時間 譬如說明年這個出過年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維持兩條跑道的航行 每次在還有夏季在那個尖峰時段的時候 我們就要維持兩條跑道的這個這個這個運作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呢 它的那個工期會拖的比較久 好那李總經理我請教一下 其實剛剛很多委員也都提過了 我們這10年來 這10年來我們四大港口 我們的高雄港 基隆港 台中港 我們的四大港口 台灣沒有一個港口進到全世界前十名 那那你看看三個三大的貨櫃港 它的貨運量也是直直下落 都在下落當中 那你的裝卸量都在下落 那那你你看看全世界整個整個國家 國家的那個整個的一個 當然我們我們都很知道 就說哎呀那個台灣目前所面臨的一個處境 外商投資少外銷出口減少 那甚至於美國商會他們也有發表一些的講話說 哎那台灣目前的整個的進口量啊 什麼都是都是輸給國際輸很多 貨運量在減少業務在減少 可是你們的績效獎金啊 你節節上升 那你現在在整個全球的進步化裡面 台灣只有達到什麼 達到一個退步獎 就是說我們你的業績是在衰退 你的業績是在衰退 那為什麼 為什麼你的獎金是在特別多 尤其是你們很多的一個計畫 比如你以高雄高雄港 我們來講嘛 你交通部當初你規劃說五年以內 你要投進六百六百五十九點七五億的來建設 所以說你要提升經濟動能方案 可是他整個整個的一個一個消費量 雖然他高雄港在一九九九年的時候 他有那個一千萬噸的那個貨櫃 貨櫃料 要他以前曾經有變成全世界三大貨貨貨貨中心 可是你現在就遲遲下滑 那下滑的話 那你再去投資 那麼多錢進去的話 會不會變成是說 一個規劃 將來會是白頭的 還是說那個 那在你們這些的一個完整的一個計畫當中 到底你有沒有做一些重新的檢討 或是說你怎麼樣 讓這些整個的一個貨運量的一個進來 當然這個是跟經濟的一個聯動 假如說全部怪你們也不是說都那個 因為你們是管港口的那個 可是我的意思說貨櫃量 你等於是說你在公司化了以後 其實你們的營運的技巧是越來越糟糕 越來越不好 那你的一些的港口 你要做出什麼樣的特色 或做出一個什麼樣的規劃 來吸引人家進來 其實都沒有看到 都沒有看到那個 跟委員報告 是這樣 我想這個港口部分 我們在努力的部分 第一個就是我們希望是我們的磚口量能夠增加 那磚口量增加說 第一個我們是希望透過自由經濟示範去一個鬆綁 讓那個業者能夠來台灣 從事一些比如多國菜品櫃 或者是一些這個冷鏈家 我現在請教你啦 你那高雄南新自由貿易港區的那個倉儲的基地啊 到底你們現在找到了沒有 那個我們目前已經有 倉儲都已經有出租出去了 就是加入LM 都出租出那個 對 那這個廠商都覺得這個 因為台灣是兩岸的唯一 成為一個遞交港 LM遞交港的一個港口 是唯一的 那所以說現在台灣的很多那個台商或者國外 他很看好台灣這個未來成為一個物流中心的角色 尤其是金屬 當然你們那個十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十月二十一號的時候 你有那個 整個遞交港的業務你啟動了嘛 對 那現在到底目前你的運作情形是怎樣 那你有接收了哪些轉口的業務呢 轉運的業務呢 現在最主要有四家的新加坡的那個金屬交易商 來跟台灣的那個我們倉儲業者來合作 那十月二十二就是第一B或來正式來交運高雄港 那未來陸陸續續會再這個進來 然後那個LME也很看重我們整個亞洲市場 所以在明年四月呢 要在香港辦一個這個LME的一個會員大會 那也邀請我們公司還有部裡面大家共同去參與 所以這樣據我們跟LME的一個我們跟他講 他覺得說台灣這個區位呢 尤其是中國大師未來一個金屬很大的一個消費國 他覺得說在台灣這個目前我們的整個稅制整個法令環境之下 他覺得台灣來作為前進大陸這個轉運跟配銷這個中心呢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地位 所以我想明年我們應該是LME會開發結果 當然那個整個的貨印包括你 當然你說整個的貨印量的話 那當然跟我們的經濟景氣有關 那到底人家願不願意到我們這邊來轉運的話 就看看你的港口有沒有吸引力嘛 就是你有什麼樣的一個吸引力來吸引人家過來嘛 那這個就是說這個才是我們要努力的一個空間嘛 當然你說整個的經濟不好 這不是你所能控制的 可是你所能做就是說你怎麼樣把你的港口設計 讓它能夠更順利更自由一些華麗的鬆板 各種方式的一個政策的一個配套處理 那讓大家願意到這個地方來轉運來那個嘛 或者做一些倉儲的中心或發貨的中心嘛 那這些的話就是你們努力的目標嘛 那可是現在看到了就看到你們做的 其實我是覺得說你們都是屬於比較被動的 你沒有很積極的去有所作為 又看不出來到底說你怎麼樣去爭取 你怎麼樣去行銷 你怎麼樣去那個 因為你看到整個都是在下降 不管你的排名 不管你的業績 你都是呈現的一個 而且是一個很嚴重的下降喔 這個我剛剛列的那個表 你看看你跟全世界的排名 你貨櫃的排名的話你看你是從 一直落後啊 你從第五名落後到十三名 而且是很直線的在落後嘛 比如說你台中港 你2002年的時候你60名到現在掉到91名嘛 你基隆港31名掉到54名 你高雄港從第五名掉到13名 所以這個是一個很大的一個 那當你當你的你的那個 一些貨櫃量 包括你那個都是在直直下落的時候 你那吸引來 你看到這個數字 包括國外的一些評比 都是不好的話 那誰會來呢 其實台灣港口的裝卸量並沒有下降 但最重要的是 我們的幅度比別人小 這是事實 所以會導致 對啦 量沒有下降 因為人到別的國家他上來嘛 比如說包括上海 那所以你的量沒有降 可是你 人家因為別人增加很快嘛 對 那你還是停留在那個嘛 所以 那這個所以你的排名就會一直一直降嘛 所以我們最近就是剛剛講的LME嘛 那另外就是 我們在週期的期為什麼投注那麼多 因為現在川普大型化 我們希望說 把那個大船吸引過來 那另外我們前例 對 這個當然是 這你們那個 可是我 那我再請教你一個問題 我認為說台灣的港口 你有沒有機會 成為國際的那個郵輪的大港 目前是有希望 因為這個 目前跟我們接下有幾家郵輪公司 他願意來投資台灣 因為 因為你 你想能夠成為郵輪大港的話 相對的也可以帶動整個的觀光的一個效力 對 那你當然我們知道說你 你叫去年你比較有成長嘛 你說你一股明年到台灣郵輪你要散看什麼兩百三十所 這個是你們的目的嘛 那到底 那你們 到底你怎麼樣去做 你要有一個真正的一個規劃 一個來門 因為這個東西可以帶動所有的整個 整個的一個 一個地方上的一個觀光啊 還要帶動整個那個 那怎麼樣去那個 這個才是比較重要 我們第一個當然要行銷我們台灣 所以我們明年度會在台灣辦一個亞洲郵輪論壇 那另外我們會跟各個主要的 亞洲的郵輪崗位去做結盟 然後把遊客吸引來台灣 那第三我們就是 在南北就基隆跟高雄蓋這個 旅運大樓 然後提供旅客更好的服務 因為你看嘛 假說你 你這個 你要找你的貨櫃量 或你轉樣那個靠經濟嘛 可是有些要靠你自己 包括你的你的 你的郵輪大港啊 或者是說你的你的港口的行銷嘛 你看黃色小鴨 也是 也是 也是一種行銷嘛 你展覽五十天 那像什麼聖誕節你要誇年啊 要那個嘛 那這個都是 我們所能夠 直接控制可以直接去做 直接去做 而不是坐在那邊 等著 等著外界來 來那個嘛 對不對 那剛剛還提到就是說 因為我是認為說 績效既然不好 齁 那在績效沒有很明顯的 選出之前 那你們那個績效獎金 越邊越多其實是不對的 沒有啦 我們都照規定邊啦 那我們還是會努力啦 我們還是會努力啦 你自己看啊 那個人家 你自己看啊 那個 每一年都在那邊增加 而且 而且增加 增加的弧度 都都 還不少啊 而且你看看 人家預算是2.14個月 你也花到2.4個月啊 這個這個都 都都是都是那個 我想這個 我們應該等一下 三那個 書面再把這個東西 讓委員了解清楚好了